哈喽,我是雀屏 今天要來回答大家拼貼手帳會遇到的八個問題 電腦時購物網24小時不打烊 即時起至2022年6月30日子 結帳輸入優惠碼WinWin168 即可獲得70元折價券 最高可折7% 全店商品均可使用哦 趕快來搶折價券吧 看看大家都問什麼樣子的問題 第一個拼貼手帳到底挑什麼本子比較好 我個人的話會推薦啦 空白頁 大於隔線 大於橫線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很多的這個紙膠帶啊 它其實都會透 如果你不是挑空白本 你挑的是橫紋 那麼那個人物啊就會這樣子 突然變成條紋三了 明明就宿舍變條紋 所以我自己很喜歡的是空白 那如果你有這個 對齊的困難的話 其實再來考慮做方格的 方格的那個內頁 你一定要挑比較淡色的哦 如果是本子的款式呢 這就因人而異了 市面上非常非常多種的手帳 如果你是新手 我強烈的推薦你 你一開始先挑A5 或者是25K的本分 這個兩個差別不大 就是這個size差不多差不多 先以這個東西為基準 你自己拼貼了一頁之後 再感覺你喜不喜歡它 會不會太大 還是這個版面不夠 如果你覺得 哦這個實在太大了 我根本貼不完這麼一整面的 那你這個時候再來考慮 比較小一點點的A6 A6的好處 你可以看我最近的IG啊 我都是做這種 整面式的拼貼 哦 這樣子就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做完 如果你覺得A6還是太多的 那你就可以考慮 玩那個名片盒 名片紙張 那個就更小了 拼一天的風格有推薦的IG帳號可以參考嗎 有 我有很多很多的口袋名單 可是我如果漏獎的話 欸 你會不會很難過我沒有講到你啊 我這樣子很害怕會冒犯得罪到人 我今天列出來的口袋名單 沒有講到你的話 真的不要難過 只能夠說我今天早上刷IG 沒有刷到你的名字而已 OK 好來囉 TN本的做法 你可以參考這幾個人 像阿嬌他是雜誌流派的 戴希 奶油二號千層派 這三個人是屬於滿版流派的 那這個 Shabina Yasmin 是堆疊華麗流派 喔 真的很華麗很漂亮 我自己是很愛看這一類的 所以我也會跟著試試看 用TN本自己來嘗試做做看 我是一個什麼都會做的 一日一夜可輸血淚的流派 你可以參考 菲菲 旺旺 阿蔡 阿透 Tracy 娜娜 那可寫字可不寫字的流派呢 你可以參考 A6的這種本本明信片大小的 你可以看看 瓊瑩 雨林 乙青 當當 維尼太太 白菜 或者是小薇 他們的作品都很漂亮 你會發現阿 他們的作品阿 幾乎都是明信片的大小 為什麼我說A6跟明信片大小可以一起呢 因為 明信片大小 就是A6 像我自己阿 用香菇孔筆記本 這種的好處就是 A6的明信片 我今天沒有送出去的話 我在旁邊打洞 就可以把它放進來本本裡了 就是這樣子的萬用 這是為什麼我極度極度的推 香菇孔筆記本的原因阿 當然你有你自己喜歡的筆記本 你就用你的就好了 我沒有說硬性規定 你就一定要用香菇孔筆記本 像TN阿 Hobo阿 現在都是主流 不然就是MD 都是主流 你喜歡哪一種流派呢 欸 上面幾種風格 就是我喜歡的啦 所以我才整理起來 推薦給你嘛 也就是說 上面這幾種呢 我都做過 最早的時候 我最喜歡做一日一夜的 拼貼完就可以寫字 但是 我覺得這樣子拍攝不太方便 我常常會把公司事全部都寫在裡面呢 這樣子 這樣拍攝的細節 就很容易爆雷了 嗯 我覺得不行不行 所以我現在才會 開始改做滿版的 原因也是因為這個樣子 做哪一種的風格 才會有人看喔 想被看到的秘訣不在於 你到底做了什麼阿 我認為成功的秘訣在於堅持不懈 你有沒有讀過賣油翁的故事 你還沒有讀到的人 總有一天 在課本上一定可以讀得到 賣油翁的故事給你 會有很大很大的啟發 因為 你看看前面 我列出來的這一些 這一些拼貼玩家們 這一些人他們在 在一開始做的時候 也沒有說 就 哇超多超多的人 按喜歡阿 超多超多的人 可能 你以為他們都貼個五到十篇了 哇就中了 就一飛衝天 沒有沒有 所有的人 都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獲了 慢慢慢慢累積自己的作品 成長到新天的 每一個人都是這樣子啦 成功唯一的捷徑 就是反覆不停的練習 提供給大家 貼紙素材要去哪裡買喔 欸這就要看你喜歡網購還是實體店鋪啦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跑實體店面的 網購算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但是呢 你有可能就會不小心買的太多 就會超出預算了 跑實體店面就 你有多少錢你就花多少 貼完的邊角料要怎麼收納喔 我的收納方式有三種啦 第一個就是用這個 MUJI的收納盒 它的MUJI收納盒有很多很多種 啊我自己是在上面 用標籤貼 標示一下這一個是什麼 剪下來的邊角料 我就直接放裡面了 我今天需要蝴蝶 花花 就是一小撮的東西 去做補強的時候 我就會從裡面拿 第二個方式就是 放在這個相片本裡面 我是用一個OPP袋子 先裝好了邊角料之後 再把它塞下去了 這樣我之後要拿的時候 直接 拿起來就好了 第三種 最無腦 但是我覺得最方便 邊角料啊 你就多拿一小撮的紙膠袋 把它黏上去 再捲回來 這樣就好了 你這個做法呢 可以避免你忘記 這一捲紙膠袋 叫什麼名字 下一次要找料的時候 才不會又剪了 一樣的東西 不會說 你這邊 這邊裡面呢 你就懶得著 又在這邊 又在剪新的 結果剩下來 又放進去 哇又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方式是 我覺得最OK的 確平是怎麼拍照的 有什麼技巧嗎 欸 我之前啊 都很喜歡 透過去文具展的時候 去找愛麗莎的手作花園 趁展覽 買非常大量的 12吋的素材紙 這種紙張啊 拍照下去 剛剛好1比1 我就可以直接做IG了 而且我每天都可以 換不一樣的背景紙 但是 後來 我就很懶惰 我最近呢 就是去IKEA買了一塊 超大塊的砧板 我現在都拿它當底 這邊是我的長背區 有很多的道具 都是在大創戶 IKEA買回來的 可以好好利用你家的陽台 如果你的桌子 是有靠窗的 這是最好的 因為陽光直接打下來 會是最順的 你的手機擺這裡 肯定不會有陰影 那我的東西 在擺放的時候啊 都會刻意的讓它 稍微往前傾斜一點點 這樣子 直直的放的時候呢 通常亮面的PET 都會反光 你只要稍微的傾斜 這個反光的問題 就消失了 另外在拍照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小技巧 可以教大家 這個小技巧就是啊 我們的手機 在照相的時候 上面可以選 16比9 4比3 跟1比1 你如果在傳IG的時候 最好是選1比1的 1比1它會剛剛好正方形 如果你選擇的是4比3 在拍物件的時候啊 記得要拿你的手指頭上下 上下這樣子對著 讓你的東西 在這兩個手指頭的中間喔 這樣子的好處 是在做網格的圖片的時候 你自己的作品 才不會上下被切到 你只要用4比3 手指頭這樣遮一下 就知道了你的作品 到底有沒有超出你手指頭界外了 想拍手帳拼貼該怎麼錄影 欸 如果你沒有預算買攝影機啊 你只有這個手機可以拍攝 現在手機行有非常多樣的手機架可以選擇 有一種東西叫做翻拍架 你可以去找找看 它就是放在你的桌子上 這樣子往前彎的 很多種啦 非常非常多種可以選擇 我現在是用直播樹啦 上面那個是放燈 而最下面這裡可以放這個網路攝影機 另外我如果要做桌面的攝影的話 我就把這一隻壓下來 然後往前彎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拍囉 這隻真的很方便 那不是我買的 我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少錢 所以這個呢 你們就在網路上自己找找看吧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這集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覺得這一集非常非常實用 記得一定要幫我點個喜歡囉 那如果你想要小兒贊助其樂玩文具的 歡迎使用YouTube底下的超級感謝功能 30塊 30塊就可以讓缺屏溫飽一個月 真的 真的很希望大家的獨立 真的啦 真的啦 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這樣子頻道的進行 才可以順利的唱唱啾啾下去 好 那就這樣子啦 我們下一次的影片再見囉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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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